其四妙想的藝術空間 開創耳少藝術的視野與未來 第一屆Art Team Type A 耳少藝術博覽會開展 以飯店作為展覽空間 匯集56位耳少藝術家參展 展現個人才華與獨創立 這次的博覽會是用飯店藝博式的 飯店式的藝博來舉辦 那一般從來沒有用為孩子跟青少 為兒童跟青少年來舉辦 那其實我們造成就有這樣子的願望跟期許 希望能夠能夠把它做到 那很開心我今天做到了 謝謝大家 那這個過程其實真的非常不容易 因為是首創的 應該是全台人全亞洲 第一個兒少藝術博覽會 那我們是用飯店式的方式舉辦 所以在這一棟墓設酒店的一樓 從二樓 三樓跟八樓 總共有17個展間 56位參展人 他們做得很厲害 我們給他小朋友鼓鼓展一下好不好 特別這一次我們讓很多小小藝術家們 盡情的發揮 展出獨一無二的作品 我想這樣就非常令人值得 前來支持給予鼓勵 而且我們都知道還規劃有R-TEAM的新 這個一個獎項 R-TEAM之心 就是讓我們的孩子有機會可以到西班牙 馬德里去做交流 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二方面也非常謝謝Arthur剛剛談到這一次 我們看到非常用心規劃這樣的展覽地方 另外也有一個對於公益的展區 就是讓我們的特教孩子可以到這邊 用另外一種角度來感受體驗到藝術之美 我想讓他們可以走出家庭 以及社會感受到各界的溫温 台北市我們是一個藝術文化資源非常豐富的城市 我們也一再強調文化是這座城市的靈魂 欣欣學子藉著自己的視野 將所想所見想表達的思想 創作於畫布上 靈感來源十分豐富 像是九年級生楊可欣 筆下的流浪貓孤獨的眼神渴望庇護 作品傳遞 期盼大家真愛小生命的思想 願盡自己一份心力參與公益 這兩幅畫大概就是在跟大家講說 不要隨意欺養自己的寵物 然後這幅畫就是在講說 就是希望透過這幅畫的放大鏡 然後放大這件 就是不要欺養的這件事實 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更多人了解到 就是不要欺養對寵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再來這幅畫就有點像 貓的被欺養前跟欺養後的差別 就是貓欺養後它們就會變成像那種流浪動物 然後就 我覺得大家就是社會大眾可以去關注一下這種議題 就是希望可以讓流浪動物可以變少養 給牠可以領養代替就是購買這樣 其實就是因為透過畫展就可以讓 就是更多人去了解這件事情 就是比起只有在畫室裡面有畫 可能就只有畫室 就是在畫室的人才會看到 然後如果把它展出來就可以讓更多人去理解它這樣 賣的那些商品還有工藝那些都是捐給一個 就是愛貓協會這樣子 就是可以做工藝去幫助那些 就是寵物就是一些流浪動物這樣 這場藝術盛會也將選拔出具有獨特創作力 與藝術潛力的Arting之心 到西班牙馬德里藝術學校交流接軌國際舞台 I think children are children in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in every society and art helps children to develop their skills cognitive skills, aesthetic skills, sensitive, sensibility skills like a tool for development 為期三天的博覽會見證孩子們豐富的創作力 作品風格多樣美才多元 用他們的視角帶領大家欣賞不同的世界 同時展覽也透過專家對談講座 培育美感人才 為下一代帶來嶄新的舞台與美好 記者汪君台北報導 未知青春美教授 未知青春美教授 大学院議員 誰前進展是好的 支持公開 因為大學院議員 總統議員 最新的入選 每年都議員 會議員 一般